马的经验是地球上最昂贵的一体之一 一批优秀的种马配种一次 费用高达65万美元 换算下来一生小蝌蚪价值2000万美元 本期咱们就来聊聊 时尚最贵的种马 在羊马界非常看重血统 当然这个血统不是人为平定的 而是马士大师比拼出来的 由奥运会冠军官网的种马 Big Star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 英国马术运动员尼克·斯凯尔顿 骑着一匹名叫Big Star的公马 获得了马术个人障碍赛金牌 除了斯凯尔顿出色的表演 赛场上 Big Star毫不费力的表演也让全球惊叹 2020年Big Star正式退役 他凭借着奥运会冠军的光环 成了炙手可热的种马 身价比斯凯尔顿还高 世界各地的赛马和马术爱好者 都愿意花重金求购他的小蝌蚪 渴望延续他的优秀基因 庞大的市场需求 让Big Star的小蝌蚪供不赢球 Big Star正值壮年 一次可以取出80毫升 每天都能取一回 这些小蝌蚪一般放在戏长的戏馆里 进行出手 不要小看这一小馆 里面小蝌蚪的数量高达1.5亿到2亿颗 价值上万元 一年只卖种子 就能带来至少2000万美元的收入 其实马的人工配种成功率 比牛羊猪要低得多 另一戏馆的小蝌蚪 大约能为60到70匹 优势的红马进行配准 所以要想得到优良的马匹 马场主人往往需要花更多的钱 在优良种马的小蝌蚪上 然而优良的种马并不是无限供应的 所以优良种马的小蝌蚪 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当然人们并不会做赔本嘛 花费巨子买了一吸管 Big Star的小蝌蚪却配种 等生下小马局 几年后还能卖出70万元的高价 然而Big Star还不是史上最贵的马种 马的体液是地球上最昂贵的液体之一 由奥运会光环的种马Big Star 推议之后一年下来 光出卖小蝌蚪就能赚到2000万美元 然而他却不是最贵的种马 说到世界头号种马 还得是已经去世的春雪种马 优良 他的身价比Big Star还高出十多倍 优良一生只参加过八场比赛 在推议之后连续12次被评为欧洲最佳种公马 目前为止他有91批一级赛冠军后代 其中不败马王范高尔就已经自成封印 成为一批极其出色的种公马 优良不愧为马戒高质量男性 但是在2021年7月10日 由于左前腿的长期级别 优良一汉的离开了人世 享年23岁 然而就在他离世的前一年 22岁高龄的优良 却还得赚生活费 2020年 一年通过配种挣到了7200万英镑 要知道这个收入都超过了 梅西和斯伊罗两位足坛 毫无级巨秀的年薪 另外伽利略和Big Star的配种方式不同 伽利略是纯种嘛 经验价值很难量化 而为了保证血统的纯净 伽利略不接受人工受精 也就是不出售他的小课 必须自然繁殖 换句话说 需要花高价购买配种机会 有记录报告显示 伽利略一次的出厂费用约为65万美元 大约是450万人民币 这哪里是一匹马 分明就是一台靠配种赚钱的活体印钞机 伽利算下来 伽利略的小蝌蚪价格为一升2000万美元 单凭配种 每年就能轻松吸金大约6亿人民币 当然如果马的质量很高 它的小蝌蚪还会被收集起来 装在冷冻室里 在保存高质量种马的基因这方面 美国很有发言权 他们建立起了种马镜子库 一年只从事配种工作 轻松吸金大约6亿人民币 高质量种工马的经验 成了地球上最昂贵的液体之一 X-Star一根吸管的经验量 价值1200美元 伽利略配种的单次出厂费用 高达65万美元 而且他们只负责出产小客同 配种能否成功 母马产线的小马鸡 是否具备附近的优秀品质 他们不保证 然而许多投资者 已久运以花重金求购 如此也就造成 优良种马经验水液涨船高 保存种马经验的方式 其实和人类一样 把它们装在吸管里 采用低温液氮冷冻处理 等待出售 在美国的种马基因库里 储存着超过1200种 不同种马的经验 价格高达数十亿元 除了作为全球文明的 种马经验买卖中心 保存优良的种马基因 也是这个基因库的事 为了保护这些昂贵的经验 这里的建筑建造的相当厚 毕竟每年都有大量现金流进来 不把它建造的和铁桶一样都不安全 在养马界血统为往 只有优秀马的后代 才更有可能在竞技项目中 取得好成绩 所以富有的投资者 应以花重金 求购优良种马的小可斗 希望借此产生的小马鞠 带来丰厚的汇报 在这方面 前面提到的 有史以来最贵的种马 伽利略的后代 却足以说明了一切了 然而说到底 这仍是一场商业度 即使有强大的基因 和优秀的母马 也不一定能够配种成功 优良的马匹很难被量产 但这并不能阻挡马的精英 成为地球上最昂贵的液体 当然这种方式 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为了保留优秀的血统 相同的父亲育种 很有可能会给后代带来疾病 比如 大约有10%的马 存在隐性疾病 如骨科问题 或积累运动下的 肺部出血问题 经过多年培训 许多春种马被发现 无法蹭散 成为了报废马 最后只能被拉到 马肉市场在上 遗憾的是 这一现状目前还无法改 马的经验之所以这么赚钱 主要还是因为赛马 以及马术俱乐部的生性 将马的功能愈发单一化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